我們轉了新髮型 是 青春年 工作的同事都有很多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角色 其實都頗有聯合國的感覺 所以又不會覺得自己有 那麼強烈外來人的感覺 我想都容易適應的 試試去別處發展自己的事業 學習一下 可能跟很多香港人一樣 都覺得氣氛是令自己覺得不愉快 我覺得我需要一個轉變 可能我的職業 人和人的關係和互信其實是很重要的 實際上都影響了我作為一個醫生要考量的事 有些香港人說我走了 都這次未必會再回來 我覺得我又未至於去到這個想法 但都真的覺得以後出入是不是這麼自由 這個都是有憂慮的 你說人生的騷擾就沒有的 我自己的上司和同事都很包容 沒有滋擾的也都沒有影響到我的工作 但是壓力是有的 究竟如果今天醫管局自己打破了自己定下來的規矩 很坦白說 我自己都有收過很多這些是關於言論的投訴 你對外公眾的言論又不適合你的專業 是不是要去這位投訴呢 這個已經是其中一個疑問 甚至去到後期 甚至去到後期 我看到有些投訴是 我沒有說過這個言論 都會捏造 現在的機制你覺得 給不給你們一個保障 我想機制其實是完善的 但機制的操作和執行都很受社會的氣氛 是否很公平公正呢 是很影響大家都可不可以被保障 我想現在社會氣氛不是 協會裏面的尤其是人幫執委 都是我一個很重要的後援 第一 當受到壓力的時候也不只是我自己一個 至於我自己個人的決定 其實和這些戰友大家都尊重 其實那個變化真的很大 我相信沒有人在2019年想到 今天工會要考慮的是這些聚散的問題 在現在這個社會的情況下 都有很大的壓力 包括大家規行舉報 都很擔心將來會成為針對的對象 我想其實那個空間是在縮小的 醫療政策還有多少可以發聲呢 就著一些疫苗、健康碼 這些議題發聲都被批評為政治化 好像近日輸入可醫生條件 你也看到這個討論 已經不再在專業的自主和水平的保證 我宣佈議案獲得通過 就算他不用法例或者不用什麼來 令到你不能出聲 事實上大家都沒有什麼意志 在這方面都理解的 用什麼好看 我絕對是擔心宣審問題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令我考慮到我要離開我的工作崗位 那麼宣誓再有問題是 如果他判你違反誓言 你可能會沒有一份工作 甚至乎好像區議員那樣會DQ 可能要你拿些薪金出來 這個也是很影響大家的考慮 我想當香港所有東西都是有新香港的轉變 我相信沒有一個行業可以獨善其身 醫護其實不是一個純粹很機械式的操作 但是當參與其中的人 他整個價值觀和文化背景都很不一樣 人民面貌都不一樣的時候 自然整個風氣都一定會有轉變 說真的我不想標榜醫療服務是優質 但是以往醫療服務也好 安老服務也好 說真的那句 在執行在制定的時候 真的很多時候都需要聽一些基層的市民 基層的議員的意見 還有沒有議員想去什麼呢 這個其實我都覺得是幾灰的 可能你是二百萬分之一 你會不會後悔 我覺得人是沒有後悔的 香港人就只能面對目前的事情 一步步走 今天這個步伐和這個想法 真的不是十年前自己 或者可能三四年前自己都沒有想過 我希望香港人 或者自己身邊其他的朋友 無論在外地還是留在香港 大家都一定要找到新工作的平安 如果生活去到連平安都做不到 那就真是沒有意思 來到其實整個人是輕鬆了一點的 因為來之前 比如說準備來的時候 個人都很緊張 有點不捨 很長久的平安又不是的 因為始終其實和香港都很多聯繫 你香港的情況不是那麼理想的時候 自己心目中都不會完全感覺到解放或者平安 我希望大家和野豬都可以平安 記得不要下來了 看到麵包不要下來了 看到麵包不要下來了 請問一下